中秋节除了赏月还有约定成熟的烤肉是大家的最爱 瑞穗香复明村拉加上文件站去年因为疫情而停办的中秋节烤肉活动 今天则是恢复办理,慰绕部落长者们一整年来的努力 而部落长者自己DIY烤肉来吃,戏份相当热闹 今天复明拉加山部落聚会所飘起阵阵烤肉香令人垂涎 阿公阿嬷们应接中秋节自己DIY烤肉庆祝现场气氛热烈 鸡翅鸡腿甜不辣秋到鱼等阿公阿嬷来者不惧通通烤来吃 甚至还牵手跳舞歌唱炒热现场气氛 主持相复明村拉加山文件站开站以来 每年中秋烤肉已是站内主要节庆活动之一 但去年因为受到疫情而停办后 今年大家一次赞同恢复办理 赵福源说借此慰绕部落长辈们一整年来到站共学的辛劳 也提前欢度中秋佳节 中秋节的活动 那么我们有送商的服务 然后有一些长者因为行动不便也是用送商的服务 那疫情当中确诊的长辈 我们是无接触的去送便当给他们 然后让他们能够有一个热腾腾的饭菜送到他们府上 然后到站的人还是仍然会到站 我们一样做每天的课程来让他们能够严缓失能 开站第四年拉加山文件站成为部落长者生活重心 踊跃到站共学共餐共老 即便近两年来受到疫情影响打乱长者的到站率 然而文件站仍提供送餐服务 也肩负起长者施打疫苗防疫等等的工作责任 守护长辈们的身心灵健康与安全 记得石玉兰瑞穗采访报道